张作霖不是原始凯迪戏,却如何能骗走东北,全因四块金表。 都说大丈夫能屈能伸,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就是如此,虽然张作霖貌如书生,但却是个不可不扣的废帅。 他出身陆林,作风粗野,说话时骂娘不断,活脱脱一个梦张飞,然而张作霖也粗衷有戏,他通过一系列庄孙子行为,最终博取了袁世凯的信任,成为北洋军阀中一个重要的势力。 袁世凯当上总统时,张作霖招安已久,身为驻守于辽宁地区二十七师的师长,袁世凯对出身土匪的他十分不放心,于是一指电令,将张作霖招进京城,视他其是否有野心。 在接见时,袁世凯故意在案头放了四块嵌肉宝石的金表,张作霖在与袁世凯交谈时,不停地看响这些手表,接见结束后,袁世凯欣然将金表送给了张作霖,张作霖出门后,袁世凯带着嘲讽的口气,和自己的子女说, 张作霖也不过如此,真是没见过世面,几块金表就把他迷得不像人了,然而袁世凯显然被张作霖装出来的鱼鲁给骗了,张作霖不过是故作贪婪之下,已是自己没有一心,胸无大志而已。 在这次夜间中,张作霖和袁世凯还有许多趣闻,首先,张作霖一进门,就行跪拜之礼,实际上在民国时期,已经废除了这样的礼法,在会谈中,张作霖故意装兔曼傻,说些莽辞漏语。 当时,张作霖是和军法处处长雷震春一同前往的,原问张作霖和雷是什么关系,结果张作霖貌事的回答,启禀大总统,雷处常是咱的老总统,雷震春一听急,赶忙些查。 当年东北军队有两个总统总统治官,左一总统石张勋,右一总统是在下,说完他转过头叫迅雷震春,现在总统不比往日的总统,不能随便乱叫,现在总统和皇帝一样,张作霖摸着脑袋连连称是爱,惹得袁世凯大笑不止。 为了进一步显示自己的愚蠢,张作霖还将八大胡同的妓院全部包下,以至于会声四出,从而给袁世凯大老粗异于控制的印象。 虽然袁世凯嘲笑张作霖的志向和见识,但却挺看重他的能力,在张作霖回东北时,专门送了一个干农时期的雕西大花瓶,还将自己的雕皮大衣送了他,以显示自己对张作霖的重视。 由此,张作霖在东北的位置逐渐坐稳了,成为独大东三省的大军阀,北洋军阀一共有三大势力,直系、晚系和凤系,三系领导人中,只有张作霖不是袁世凯的嫡系,由此可见张作霖的心地之深,水平之高。 张作霖不仅对袁世凯能装孙子,对日本人也能装孙子,在借款,要军火时,张作霖总能表现出委屈求全的样子,然而一旦钱和军械到手,张作霖立即就成了大爷,对于国家利益寸土不让,所以大家都说张作霖虽然粗鲁少文,但是大使绝不糊涂。